都说这是王一博的电影元年 可以定义为一个全新的开始 虽然金鸡奖已经落幕 但王一博的演员之路 却拉开帷幕 王一博是娱乐圈中 爱豆转型演员的典礼 自然一提到他的名字 人们立刻分为不同的阵营 有人对他充满光芒 有人对他满怀黑暗 主要是大家对于爱豆 流量明星的偏见太多 都会附加到这位顶端流量身上 其实 这次金鸡奖给了王一博换了一个身份 让他可以逐渐摆脱流量对他的束缚 也让业内人士看到了他的市场和实力 王一博作为站在山顶上的年轻文艺工作者 有人想帮助他成功 自然就会有人想拉他下山 但他的选择却让人意外 他并没有仰望云端 也没有凝视深渊 而是虔诚的一步一个脚印地 走向自己的电影梦想 在这一年 他定义了成全 这是一位电影博主 对于王一博在电影表现的概括 确实很精确到位的总结 成全是一个美妙的词语 他既指帮助他人实现愿望 也指自己的圆满和完整 用这个词来形容王一博 在2023年大荧幕上的表现 再合适不过了 今年的金鸡奖上 刘晓氏凭借 长空 获得了导演处女做奖 而成尔凭借 吴明 获得导演奖 在他们的采访中 他们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那就是王一博 不得不说一下 王一博挺 待望他人的体质 不愧是小福星 合作者都不同程度被他带飞 很多人急急无名 都因为他红 获得关注 甚至成就一番 都说红气养人 王一博不仅利益了自己 反而带给周边的会更多 王一博成全了自己 热爱 街舞出圈 乃至国内街舞行业的兴起 他贡献了太多 受到业内认可 转型电影圈 三部影片的拿奖到手软 关注度 口碑和人气 可以是名利双收 王一博成全了太多人和事 王一博的号召力不容置疑 他的天赋与努力 备受赞誉 他不断提升的表演技巧 是众所周知的 在《无名》中 他出彩地诠释了叶先生一角 帮助电影成为 内地影史上卖作的文艺片 给成尔夺奖增加了底气 而在《长空》中 他生动地演绎了雷雨的形象 给电影增添了现实感 正因为如此 刘小事才能成功实现 他对军旅主旋律 重大题材的创作个性化表达 站在金鸡奖领奖台上 对每个导演而言 都是一生的梦想 像王一博这样的领衔主演 无疑是他们的成全者 成全也意味着圆满和完整 从叶先生到陈硕 我们看到演员王一博 在角色表达上越来越自如 情绪逐渐准确 表演愈加扎实 他不断努力弥补 自己经验的不足 在2023年 他用一条挤进快速的上升曲线 实现了自己初登上 大荧幕的蜕变表演 而他被提名为 《金鸡奖男配角》 也是他前进道路上的 又一个里程碑 再度合作成尔导演 任余 这次王一博会 如同人鱼一般 去到他该去的地方 王一博已然官宣了 鸦鸦的首席代言人身份 作为他代言后宫中的 第27个代言 鸦鸦的官宣 也是正式标志着 26岁的王一博 有了超越他年纪的商品 代言数量 而在鸦鸦官宣王一博后 也是立刻发布了 王一博的全球大片 并且北京 上海 杭州 深圳等多个城市线下 已经有了王一博的地广 不少粉丝 在品牌方发布之前 就已经偶遇了 王一博的广告 不得不说 品牌方的行动力 是真的足够强 要知道 王一博官宣代言的时间极短 粉丝们能够如此迅速地 再线下偶遇王一博的帝国 只能说明 品牌方已经提前为此 做好了准备 并且在官宣之后 用最快的速度 让地广出现 那么 王一博之于鸦鸦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其实 从王一博2023年以来 他已经陆续关宣了 六个品牌代言 毫无疑问 对于一个艺人来说 这个数据尾是不算少 但不少黑粉 用王一博疯狂冒进的2020年 来对标如今的王一博 质疑即便是王一博的电影 三部曲全都上映完毕之后 他所得到的加成 还不如三年前来的多 毕竟这代言数量就不够 可实际上 王一博已经不是三年前 需要稳固自己的地位 而疯狂接代言的时候了 从王一博2023年开年以来 官宣的老板电器 阿道夫 台灵电动车 贝斯 宝可梦卡牌 压压不难看出 他如今的接代言规律 那就是 国货品牌居多 助力更多优秀的国产品牌 能够走到大众视野 要说奢侈品品牌 王一博有合作了五年的奥迪音节会品牌 合作了三年的香奈 这个车带 一个顶车带 能够与王一博合作这么多年 要么是签约之时的年限特别特别长 不需要续约 要么是品牌方对王一博这些年来的发展满意 且没有意义 才能一年又一年的续约 无论是哪种可能性 王一博的国际商业价值 是毋庸置疑的 而代言国产品牌 也丝毫不会损害王一博的商业价值 他的粉丝之中固然有 能够为了王一博 去疯狂购入奢侈品的粉丝 也自然有一些经济条件 并不是那么成熟的粉丝 粉上王一博 经济条件优渥的粉丝们 可以追求王一博的同款 去购入奥迪汽车和香奈 但那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达成的同款 更多的粉丝 能够get到王一博的同款 应该都是只能通过 王一博所代言的国货产品 手机 贝斯数据线 安踏运动鞋 鸭鸭羽绒服 都说世界上20%的有钱人 掌握着80%的财富 粉丝们在追星的同时 能够用合理的金钱 买到自己偶像的同款 谁会不开心呢 更何况 国产品牌自带国民度 有时候说王一博 尚且还有一部分网友不知道是谁 但谁会没听过红米手机 谁会没穿过安踏 谁会没买过鸭鸭呢 更何况 品牌方给到 如此多铺天盖地的地广 这在线下给王一博的刷脸程度 着实不俗 正如王一博所料 国庆节飞赴巴黎 参加香奈巴黎时装秀 Chanel家族的少年 这次来了 别人参加时装周时 机场喜欢被各种报道报道 以增加知名度和知名度 但说到王一博 他总是低调 甚至举行快闪活动 很多人都知道 王一博要启程前往巴黎 很多人都蹲在机场 希望能拍到王一博的照片 不幸的是 这一次一切都失败了 连代理都没有拍到照片 目的是东出礼 西出鸡 避免被人包围 造成混乱 这正值国庆期间 人流量大 如果人为官的话 很容易受到不好的事情影响 王一博此时迅速现身后 面无表情地 迅速跟随幕僚前往机场 很多人说这就像隧道站 因为他们不小心 就进入了航站楼 这很有王一博的风格 也很适合他的个性 他从来不喜欢 那种人多的情况 他们会感到不舒服 他为人谦虚 谦虚 近年来 他们在公众面前 变得越来越容易 越来越不引人注目 他特别推荐了一款 Lowkey Inregular 不过 时尚圈对王一博 此次亮相十分重要 即使王一博本人 想保持低调 也很难 因为其他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 人物这个顶级 时尚潮流的外表上 王一博充满了卖点和关注点 各大品牌都会比拼美貌 并把自己的单品 穿在身上 这是我喜欢的时尚趋势 香奈儿挑选的 品牌大使 在风格 品味 气质 形象 和气场上 都独一无二 王一博和香奈儿的共同点 在于理念的一致性 忠于自己 从不取悦他人 好吧 这次王一博的快闪足 阻止了我们 但我们 玩得很开心 我们还是可以拍照的 因为王一博上身的衣服 还是很好看的 先来说说 王一博这次 在机场的穿搭 他一身黑衣 主要是身上穿着一件夹克 头上戴着一顶针织帽 所有人都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根本看不到眼睛 还为孤独的人拍照 王一博这次的穿搭 保留了自己的特色 重点是 一顶带有可见包裹的黑色针织帽 一件黑色夹克 和一件黑色衬衫 这次的裤子也是黑色牛仔裤 和黑色鞋子 试问 如果王一博的针织帽这么低 他能看清楚路吗 正如你所料 这次你假装成路人 避开人群 冲进了后诊室 虽然穿得有点黑风格 有点奇怪 但是你的气质和好颜值 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在众多的行李箱中 我们还是一眼就知道了 这次的背包是安踏的 国旗标签非常吸引人 王一博此次启程巴黎 不仅是香奈儿的脸面 更是我国风采的呈现 值得我们点赞 欢呼 王一博的家国情怀 和对待大事的态度 值得我们感兴趣 这是小胖魔所爱 爱夸的 以这样的艺术家为代表的人们 是我们的骄傲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震撼时尚见 我们的炫酷封面 在巴黎揭晓 一切都准备好了 就等王一博给我们带来惊喜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